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入的是 成都军区美式侦察营的距离 他们都是铁骨铮铮的男子汉 他们一起穿越丛林 一起进行挑战极限的训练 这些侦察兵在无数次面对绝境的情况下 建立起的战友情 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然而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时间到了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即将离开部队 退伍回家 你们都是好样的 你们将拖下这是你们热爱的军装 那么我想通过今天这一次战术系列 再给你们坚定一种信念 一种永不服输 永不言败 朝着自己的目标 爬 也要爬上胜利 李翔是今年即将退伍的战士 五年的侦察兵生活 早已让他把侦察兵的无畏和勇敢 渗透进了骨子 最后一次参加战术训练 李翔把赶超的目标定在了他最亲密的战友 带领排长鱼浪的身上 以前的话 爬的话 他在我前面是有一大姐 那天我就差一点 我就赶上他 他就非要赢了 他在 他平平知道在这方面 他也不是 没有那么强 那平平就是要我 拉到大概十多分 直到最后 徐朗也没让李翔超越一次 可李翔却并不想就此认输 刚刚爬完低庄网 他又把徐朗拉到了五百米章来场 包括我们两个胎的兵也是一样 他就想到他胎的兵也不能比我差 从一起跑 李翔就开始了完全不计体能的飞狂重刺 他的这股镜头 一下子就把手下战士的猛劲都带动了起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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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心里很高兴 因为他达到了我的命 我就是要让他分离 全联集合 当天晚上 李翔又利用担任联值班员的机会 刁难最亲密的战友徐朗 在集合的过程中 徐朗牌里的两名老兵 动作稍微慢了一点 李翔就开始不依不牢了 难道我们真的要退伍了吗 这不是一名优秀的战察兵 干的事情 一排代理排长徐朗 带领你们排 利用中午休息时间 进行军制训练 我从来没有想过 他会在这两天 退伍这里 宁静这两天 都要下军行这两天 给我这么较真 即将退伍的李翔 为什么突然和最亲密的战友徐朗 那么叫声呢 他还会故意把矛盾升级吗 第二天中午 李翔一直站在阳台上 看着徐朗带着一排的兵 练军字 练了一中午的军姿 徐朗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 他要用刺激的方式 找李翔说到说头 面对徐朗的进攻 李翔一直保持着方式的姿势 一点都没有还傻的意思 来 困执这种方式 把我们两个心里面 一直压引着的一些东西 给示范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当徐朗最终把李翔摔倒在地时 徐朗也冷静了下来 打 打 我看到一起一步一步走过来 成长到现在当班长 立功受奖 看着他这种成长期 我们这种战友感情 就像亲兄弟一样 再来 再来 你说像在全联那种 这一次我给他点谈批评 那可是全所谓第一次 对他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我给他这么点出来 其实我的目的 就是虽然他有很多东西都很优秀 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他 其实他身上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包括那天爬低窗网 应该说那天是我 这五年以来 他的最快的一次 意思就是你的成绩很好 但是别人只要通过努力了 通过这种拼了 他很有可能会超过你 所以我希望你 要在保持这个原有的基础之上 越来越往上走 我自然走的以后 我也就值得担心 一路先走 一路走 学长 2012年12月3日 这已是李湘最后一次听到起床哨 就像这五年来的每一天一样 李湘整理内务一丝不苟 这一天吃的早饭和晚常没有什么区别 李湘又把自己的鸡蛋分给了他的病 李湘迎来了在军营的最后一天 在卸掉军线的那一刻 李湘心中究竟有多少不省 转年即将离开这火热的军营 他又和自己最亲爱的战友 又下手的脚 军事技史正在播出 军营右向头铃声 上午十点 老兵退伍仪式正式开始 李湘最亲爱的战友石朗 将为他摘掉冒灰 领花 地帐 对李湘来说 和生死兄弟摸旁滚打 绝境突围 在这一刻 已经成为了过去 作为一名侦察兵 他们以忠诚的信念 坚韧的毅力 刻苦训练 随时准备迎接实战的检验 而此时 他又怎么舍得 蒸蒸铁汉的泪水 早已控制不住 向军旗进一个庄严的军令 经营五年坚苦活力的侦察兵 从此就将开始了新的人生战 pulls下军旅 喂 喂 喂 mad 喂 我 你军先晓掉 哦 吓掉了 嗯 这怕不怕 一天吓掉了就吓掉了吧 爸爸妈妈也很想你了 你可能很长时间 你放心 家里都是把你给你好了 你出来那些 出来我都终于给你买了一个 白痴呢 给你洗好了 带好了 等你回来那些 他晚上我就没那么疼好了 你再那么难呀 小心啊 你就去找家人啊 我出家人都很想你啊 我就可以回来 出家人困住我 妈妈 我这边还死 请我就先搬住啊 再见吧 家人的思念和期盼 并没有让李翔 归心四肩 因为在这座营区里的五年 已经让他有了太多的情况 按照部队的安排 这一天下午 退屋老兵可以上街购物 虽然摘掉了军众符号 但和战友们在一起 李翔就没有了更多的离别伤感 那我准备给十男伴家买一件衣服 你看看 这个只可以看一看 这个比前面看的已经感觉好多了 这件太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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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身材 他那个身材再了解不够了 我们这些这么多年训练啊 一起干什么 起早都在一块 然后那个他的衣服 我可以替他领 然后我的衣服 他可以替我领 我们都是非常了解 对方这个体系 拐出购物的时间有限 除了给公母准备了一件礼物 李翔 给徐朗挑选衣服的时间 用了很多 回到营区 他很快就找到了徐朗 我先看了多久 太过分了 你们来办太过分了 看衣服先看价钱 我还有 一般不算价钱 这是人长得帅 穿什么都好看 算了 这是兄弟买摩托车 所以我买摩托车 有的衣服穿就不愿意 就愿意的可以了 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谢谢 成功兄弟 我原来是真的假的 我不敢兄弟 我先看他的活子 我先看他的发票 我再打一拳 你爱得住 走了 还要打几拳 那天还没打够 好吧 一会儿会经常穿 必须是兄弟买的嘛 肯定要好好的收穿 舍不得穿 有机会一定会穿 再开运回去探家的时候就会穿 穿着穿着穿着去去他们家看他 老兵离队的时间是在晚上 李翔准备游寄回家的行李已经提前打包好了 而他要随身带的都是他认为不能离身的物品 我看你证书挺多的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拿的 这些证书都是去年 我们营里面搞那个专攻经验考核嘛 然后打的200米指令设计啊 还有300米400米不同距离的狩猎设计和精度设计 然后三个都是打的第一名 这个三等公司今年年底嘛 那个营里面 营里面 营里面营包啊 营里面营包 部里面拼的 嗯 我比较喜欢 你这样 家里面看到的话 肯定会比我还要高兴 嗯 实际上 李翔平时从没有机会带上这些军功章和奖章 但在就要离开部队的时候 他却正正规规的把自己打扮了一下 看着其他老兵啊 肩板上都有军选 感觉 特别的想要马上带上 但是那天 带上了 我们童年兵战役 现在退伍了一个 他 他 当时带上军线以后 他叫我 他李翔 李翔 他做了这么一个动作啊 然后 里面特别高兴啊 然后感觉 现在这一分钟 带上军线了 我们是一名真正的军人 我们是一名真正的军人 军行没了 我只能证明我曾经是一名军人 我现在不是了 我现在不是了 他 还有一个小时 二十分钟 你就要离开部队了 在这里 我给你 献上两句话 第一 要老老实地做文化 他 他们都在那儿聊天 在玩 你为什么自己在那儿坐着 因为到莲芝那儿 感厅上坐了一会儿 再 品尝一下 回味一下 战杆的感觉 徐浪又来找李翔了 对他来说 和最亲密的战友告别 是今晚最重要的事情 好难过啊 就是 我 你又罚了 我待会儿就不抱你 我都抱 所有人都抱 就不抱你 把持续给你 把抱子 我抱太多了 我持续没这么多 抱子恐怕不行 估计得用那个 超能西 有没有超能西 那个 用 用 用 小孩子又很掉不失 超能西 你没看过那个广告吗 我觉得你找人特别好 我就是超能西 如果明年我能去庇图的话 我给你打电话了 那你给我加油 必须的 比出一个好前景 谢谢我 我等着听你的好消息 其实 你说最棒的 其实说实话 你 其实你以后打到 你走了没有人打 没有人打 没有人打 没有人这个 一点没打 没打 也没有人像你这样 这么吊 这么嚣张的 说话 这么做事 那以后 我走了以后耳根清静了嘛 意思就是 你太多废话了 意思就是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以后有没有人叫你这样 我妈 这首歌犯了 谁点的歌啊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这首歌犯了 谁点的歌啊 凌区里 突然响起的歌声 让一乡和徐浪强装出来的轻松情绪 立刻变了羊 因为我还在哭 我在哭 在眼睛不到你 明天我要离开 休息一方 你都好 2012年12月3日晚上9点 曾茶营退伍老兵 一队的时间到了 帮你 太多的照顾好你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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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做吗 少女们 在我们在即将离别的时刻 向全体战斗过的地方 耶 向我们的老兵敬礼 加油 加油 千万兄弟 可你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你来自天家 他来自内地 我们都是人民子弟弟 加油 加油 侦察人的老兵们 踏上回家的旅程 军人的忠诚信念 坚韧满强 将引领他们走好新的人生之路 老兵再见 祝你们 宜落 平安 又到银盘流水时 军营齐唱离别歌 抹一把铁血男女的西别类 抱一怀生命凝结的战友情 在进一个门里花灭灰的军里 带走一颗 永不改变的军人魂 西别时刻 军事纪使南部其中 走访海军陆战队 云南边防线 雪月西藏 鸭落江畔 深情制作五集特别节目 军营又响 驮临盛 下期播出第五集